陈其邁上任首波压力测试 学者说市长民快强硬 但局处内部磨合须加快 高城市政区前河北路 9月12日发生以西外泄事件 一度达暴涨浓度 当地崩解管制近24小时 2014年发生西方事件毕丽在目 12次以西外泄危机 成了陈其邁上任市长首波压力测试 目前的管线抓到的进度 仍然还在持续之中 这是他们依法的责任 所以问题一定要被查出来 这是市民的安全是不能打折的 如果说需要一点时间 那我们容许时间再长一点 我们假如没有找出人员 我们不会允许他顾控 尽管陈其邁对祸首怀孕公司 展现民快强硬的过决态度 仍遭在野议员跟民众批评 危机处理荒腔走板 9月9日是差不多7.50 从来没有闻过那个味道 在这边才闻得大 感觉好像 这么乖乖的比较 9月9日晚上当地民众即闻到异味 环保局曾派人来侦测 看出有点异状 还采样宋宴 高师傅确一度称 与9日结果的案件无关 后用发稿证实外泄气体是乙溪 令消防局11日15点38分 急受理慈其乙溪外泄案 却迟至下午5点30分才在脸书公布 以新泄露讯息 爱轰对得起高熊人吗 算陈其麦团队号称紧紧紧 其实是罗斯松松松 被批掩盖消息 陈其麦老度道歉 承诺改进 有学者肯定陈其麦致歉后 立即对破手还原公司 展现出明快且强硬的态度 但此事件也暴露出 市府消防 环保 新发及新闻等局处 都未能及时获得正确资讯 显示各局处间内部磨合 需加快脚步 东新闻高雄报道